当我们的下一代 因为这个校长 而把这个学生 都有这个 对错的观念 都有地质规的观念 都有这个世界的观念 生命共同体的观念 都有宇宙观的观念 一个小孩遇到这样的校长 那这是这些小孩的三生有幸 而这校长 为什么会突然变得 这么样的有智慧呢 因为遇到超马 因为遇到了那真正 可以让人幸福的源头 因为一通百通 样样通 做校长是一个职业 但这一会儿 道理动通了 做校长 感觉不一样 人在其位 当你有德 往好的方向运转的时候 你觉得每一天生活 每一天的工作 多快乐 都在为人造福 为我们的后代 存更多的这些筹码 哇 上那间感觉到自己快乐是神仙 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 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 这就是人类之福 但是现在目前的红尘 刚好是翻方向 所以期待你我他 大力推广超级神秘密码的系统 来拯救世人 但是是不是可以很快的 就在于你我 是不是真的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呢 那还有什么好想 这一刻不完成 下一刻更别谈 所以这刻必须完成 所以今天你能够接引这个善良人 你不要等明天 但是你接引的时候要有智慧 要有方法 是吧 上一次我们的公修课 请我们学员出来 这个演绎给你看 你跟人和人之间的烟谈举止 都必须要有智慧 否则人家不吃哪一套 所以你想渡人 反而人家怕你 被你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那不太成熟的习性 导致别人对你拒绝的理由 所以这一切 都是学习 都是突破 都是成长 所以讲来讲去 每一秒都必须要进葬 学习 能够随时随地 太阳早上升起 晚上落下 这是不变的 对不对 但在太阳升起 太阳落下的过程中 你可以做多少事情 你可以做一件事 你也可以做N件事 这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大前提不要变 但是中间的过程 你是可以用智慧 把握与否 成长与否 所以这个世界 你祝福我祝福 大家祝福 祝福什么 祝福大家落实 每一项功课 都要实事求是的 找到幸福的记号 否则大家都没找到幸福记号 你苦我苦大家苦 是吧 大家都苦 大家都在这个贫穷的国度里 贫穷不见得是你有钱就不贫穷 你的心中没有快乐也是贫穷 各种的不足就叫贫穷 不是说只有金钱不足才叫贫穷 各种不足就是贫穷 那怎么足呢 就是我刚讲的 你要找到事情的缘由的点上 这点要怎么样让你才会富足 修行 为什么要修行 因为修行才会改变 是不是 因为修 不是有谁跟你讲吗 什么叫修 调整 是不是 东西坏了 调整调整好 叫修理 是吧 这个parts不行 换个parts 通了 运转了 修 我 我